右侧来自吉林的球手 单红宇 比赛采用17局9胜 10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汪洋开球 汪洋应该也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 进入到第二阶段的 对 所以说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到 他这个领节不是一个传统的蝴蝶形的 很多的参加我们之前的预选赛 包括第一阶段比赛的很多的业余球手 老反馈说传统的领节 勒脖子 勒脖子 尤其是趴去运杆 或者是打一些跳球的时候 扎杆 一侧向在斜向的方向去打的时候 特别勒这个脖子的位置 所以大家有新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类似于杨帆 张坤鹏 汪洋 级别比较高的球员 他们都会自己准备领节 对 自备 其实领节不太贵 普通的十几块钱有的是 好一点的百八十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有的是很多 大家如果说真的想长时间打比赛 而且有机会上TV台 可以备一个 领节 马甲 这是必备的 领节马甲西裤皮鞋衬衫 最合身的 尤其是在有一些环节的位置 比如说 咱们就说马甲一定要合身 对 一定要合身 千万不要太肥大 不然的话经常会有出现 比如俯身的时候 因为下摆太肥大了 容易碰球 很多球员是 人是很瘦 但是马甲肥 一趴下之后 你说那衣服碰上了 你就赖谁 对吧 你不能赖衣服 对 看你自己当时在做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得羞深一点 或者是像有这种 它的背部啊 有一个收身的两个系的袋 对 但不系的 有些是不系的 对吧 再有就是像皮鞋 皮鞋一定要买一双很舒适的皮鞋 因为打比赛 有些时候是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就时间非常长 在上面穿着皮鞋走来走去 你如果脚步不舒服 你打起来也很难受 是的 演一下 做反向底带 我们都知道 扇红雨的这个节奏是非常快 准度高 这个陈晓冬有一首歌叫 风一样的男子 风一样的男子 对 第一局 扇红雨胜 一分 2比例 2比例 第二局 上红颖开球 第二局 上红颖开球 中代 黄鞋一打一袋 汪洋跟我一样 来自北京 对 而且呢 也是北京大小的这个万元以上的比赛 几乎是 经常得 经常得冠军 近期年的汪洋在这个我们宗室比赛里边的这个上升势头 非常非常猛 尤其像你说在北京市 本市的这些比赛里面 然后获了很多的冠军 应该是没有考虑好 再想一想 没考虑好原因就是 要不要K11 谁看就打了一个高杆西裤啊 嗯 11号没K到 后面有机会可以调翻中 或者是右上角抵带 这个位置翻中 对于他们来说 白球较好位置 还是 有翻进的可能性 现在看看横向的右边是3 有这个球 他打了吧 8号好像挡住了下球的位置 12号倒是还能包 14这边是没有了 不攻了 不冒进 这个球是支持你去翻带的 但是你翻完之后 车两个下来 你的15 14又是没得打 在红尼的以后 这边是没有了 大多数了 那边是什么 都不登场 这边是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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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没得到 那边是没得到 这边是没得到 在那边是没得到 你在考量 打15 右上角 还是打下边的 右边边口12号包边 10秒 还在看 14 15 边10 毕竟现在这个局面单色呢 整体要远远好于花色球 所以说这个防守的白球位置 也是很关键 有这杆球 漏球了 虽然说8号去撞到了 右边边口附近 但是左边底带 现在有得攻 4-2球够下 有想法的话 就高杆推4号过来 然后利用黄1 右边的底带 白球能争取 将黑把带出来 这样的话 能够顺利完成青台 直接打黄1 就要K 有气干球 可以打进 我看来 你会不会有什么事吗 我看来 我看来 你会不会有什么事吗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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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轻 12号 也是差不多 我还是想打11 下地盖从左边 再过来 白球 力量太轻了 防守质量也非常高 来看看直接能打到7吗 打不到的话还需要从边扣上去解 这看球只要说 轻轻能够碰到7停在 球台上方 扇红雨也是没什么特别好的 进攻机会 看这个架势 直接就是可以打到 肯定是要拼 一惊是对方7颗球 自己的两颗球 不战优势 好球 白球 白球 缝隙中间 来看看能不能扫得到 感觉上 这颗球要是稍微用一点干法 有可能会打劲 优赛小扎干 有人您说的 先出来这个 跨弧线的这个点 稍稍靠障碍球的距离太近了 往外边多让一些 这个是跟你倾斜角度的 用多大的旋转 力量是有关系的 这个抛弧线最大直 对 没有绕过去 没有绕过去 比如说刚才它这个方向过来 那么你的肝的倾斜角度就不要这么大 要小一点 这种球其实平时可能是都很少用 或者很少打 大家就打起来有点陌生 只能大概的去判断 确实也是有难度 感谢观看 稍稍有点轻 五号球角度还是有点大 看看低端减速 能不能停得住 停不住的话 还需要从下面再往上走 没问题 可以选择打六 因为这个球的八号呢 是在屏幕的下方 你打六就可以二四 现在打四的话 还需要低端软回退 高端蹬起来就是打二 总的 有这个低端又滑端了 这个点抓的稍稍有一些薄 这个点抓的稍稍有一些薄 这个球本身是没想要两枯走这么远 我觉得还是奔着 帮你解禁啊 这一端就可是非常有戏剧性 前面一个汪洋的食物 后面沙皇宇一个白球较位上的斯诺克 还是啊 得用中低感往上走 第二局汪洋胜 一分一比一 这一点 可能我也有问题 给你入住 这个金飞 会不会准备 感谢观看 第三句 汪洋开修 双框前面两盘打成了一比一平 尤其刚才这一盘也是非常有戏剧性 双框在后面两三颗球的时候 互相都有失误 还是汪洋打下分数 这盘一上来 汪洋也是炸球 有球尽带 有机会 中高杆发力 9号也可以出来 摆球点辅近的11号跟13 肯定后面还是一定要找球去解决的 尤其现在一上手 必须还要利用右边的中带来去过渡 十秒 十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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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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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第六局 第七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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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太太多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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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